新邮政的服务频频遭到投诉 资讯通信媒体发展局正在探讨 为包裹和挂号邮件派送服务 设立一套监管标准 通讯及新闻部兼文化社区 及青年部高级政务部长沈颖 在国会答复议员询问时表示 新邮政去年公收到 91起送错或遗失邮件的投诉 另外还有8起投诉 涉及人在家却只拿到取件通知书 未经许有更多传统发生 IMDA也会提供这些区域 现在考虑预计划 预计划和计划的报纸 宣音也说当局将在必要时 协助新邮政加强邮差的培训 重新设计送件程序 以及采纳科技和提升基础设施